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健身 今天是2025年6月2号星期一 今天要来做开箱 那我买的是国式的DTEC 200C 接下来我们先进行开箱 那我买这种比较精密的仪器的话 我里面都会给它放一个干燥剂 避免它因为潮湿的问题 造成机器的损坏 它的配件还蛮简单的啦 送你一组电池 一个传输线 一个皮套 主机一台 大概这样子而已 还有一个电池壳 它都是可以通用国式原厂10.8V 或者是12V的电池 那我这边先直接说结论 如果你最近有要买探测椅的话 而且是针对国式这个品牌 那我的建议直接买DTEC 200C就可以了 因为这一台目前测试起来 我个人认为是目前比较强大的一台机器 我这边也有买DTEC 120 DTEC 100 DTEC 150 这几台用起来 我目前最满意的还是最新的这一台机器 DTEC 200 这一台我已经用了大概12年左右的时间 那目前已经故障了 坏掉了 这一台是一开始回收回来就已经坏掉了 所以这一台我没有实际操作过它的功能 那我也是因为这一台故障了 没有办法 所以至少又上网找探测椅 经过几个产牌的比较 最后还是选择这一台 因为它不管是价格还是功能性 它的CP值相对比较高 虽然我对博士的厂商 因为这两台故障的关系 找不到零件 对他们的售后不是很满意 但是功能的考量之下 最后还是只能选择这一台 接下来我们就来实际操作这一台机器 这一台机器 它有两种供电方式 一种就是电池 一种就是原厂的电池组 用电池的话 我们就是直接把电池壳的配件 这样子直接把它装上去 然后四颗电池按照正负极放好 这样子就可以进行开机了 它的开机时间大概需要10到15秒左右 接下来我们换原厂的电池供电 这个要拆也很简单 直接用食指 直接把它拉出来 这样就可以取下来了 换上原厂的电池 进行开机 因为拍摄影片介绍机器 影片时间长度的关系 比较没有办法 每一项功能都说得很清楚 所以我个人建议 你使用任何机器之前 还是要先看一下它的使用说明书 这一台 基本上我只分享比较重要的几点 这一台机器它最新的功能就是 它可以辨别各种物品 所显示出来的颜色 比如说带电物体 它会呈现黄色 磁性金属 例如钢筋 它会呈现蓝色 非磁性的 例如铜管 它会显示蓝绿色 非金属 例如木材 塑料 它会以白色的方式显示 材料位置的话 它是以灰色的方式呈现出来 这一台它的功能相当多 它有各种的测量模式 每一种测量的模式会针对 每一个工作场所的不同 下去做选择 那我这边分享 比较常用的几个模式好了 另外一点 我会购买这一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它可以侦测漏水点 那现在我们先分享 它的功能界面 方向键上下的部分 是进入变更画面这个选项 这个是针对我们要让它显示的模式 这个是物件画面 2D讯号画面 讯号画面 定点画面 那我们大部分侦测 钻孔的部分 是以物件画面为主要的显示画面 左右的方向键 是变更墙体的类型 大部分我们是以混泥土为主 那这边可以选择其他的墙壁类型 像是隔肩墙板 平面式暖气 立式空心砖 卧室空心砖 星半混泥土 还有气墙模式 也就是通用模式 这些墙体的类型 相关的说明 都可以在说明书上找到 那我们以混泥土的模式来做介绍 混泥土的模式 最深可以探测到20公分 那我们要编更 它的探测深度的话 我们直接按方向键上 我们可以进行选择 12公分 8公分 那当然根据深度的探测要求 深度越深 精准度偏差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就是针对你要探测的深度下去做选择 大部分我们还是以最深的深度为主 直接确定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我的表面是木板 我们还是先以墙板这个模式 那我们选择墙板这个模式的话 它这边就会直接跟你讲 最深的深度 大概可以探测到8公分左右 那这一台最棒的功能就是 你再探测到一个物品的话 它在旁边这边会直接显示出所探测到这个物品的深度 大概在4.1公分左右 那这边2.7公分下还有一个物品 这边也可以探测到说这个物品它有没有带电 那这边有探测到一个白色的物体 它是指非金属 它可能是木材或者是塑料 它比较好的功能就是可以针对探测到的物品 显示它是什么样的物品 它这边还有一个金属材质 探测物品大致上是这样子 这一台探测的精度我个人觉得是蛮高的 那这边有一个定点画面 它的功能跟DTECK120是一样的 它是针对空间比较狭小 探测到物品的话 它会以定点的方式下去做显示 我们就是尽量把这个物品找出来 这样子的模式它是指探测到的物品的中心点 但是它没有办法显示说这个物品有多大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选择这个功能键 它这边有一个资源库 你如果有拍照下来 我们可以到资源库这边截取画面 测量模式 这边有一个物件 它最棒的功能我认为是这一个 泄漏检测这一个功能 它就是针对泄漏点下去找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样子找 那目前这边是没有泄漏点的 那我在旁边这边给它喷一个水 接下来我们去探测 有没有 它直接显示 我们这边有探测到一个渗漏点 在零公分的地方 因为我直接喷在表面嘛 接下来我们就是去找渗漏点的中心点 就是中间这一个实线 实线的部分 我们要这样子画的话比较难画 所以它这边旁边还有一个虚线 我们可以移到虚线这个位置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旁边这边画线 那我们就可以明确知道 这边有一个渗漏点 因为重力的关系 墙体垂直的话 水一定是往下渗漏 所以你有时候找到的渗漏点 不一定是它的渗漏点 只能说这个是它的扩散点 那我们要精准的找到渗漏点的话 一定是慢慢的往上去找 找到渗漏的精准点 这个是我个人认为这一台机器 还蛮不错的一个功能 它还有一个距离的测量 那我们也可以尝试测试一下 距离的测量可以直接移动机器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移动了多少公分 我个人觉得这个功能也蛮不错的 其他的就是装置设定或者是相关资讯 这个你有兴趣的也可以自己看一下 因为这一台它的界面说明实在是太过直观了 所以这个有时候连说明书都不用看 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 这一台机器它探测到的物品是什么 不过目前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缺点就是 它只能够跟你讲它有探测到物品 但是没有办法跟你讲说 它探测到的这个物品的大小是多大 它也是可以明确显示出来说 我们探测到的这个物品的中心点 就是以这一条线为基准 要从旁边画的话 我们就是移到虚线的部分这样子 那只能够显示出这个物品的中心点大概在这边 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找到有物品的话 我们还是要自己放大这个规格 我个人的习惯是放一个拳头 然后这一个大小的周围尽量不要去钻孔 因为你不晓得这个物品有多大 那如果是它有显示出带电的 那带电的大部分是电线 它的大小大概就这么大 这个就要根据个人的经验下去做判断 这一台的功能大致上就这些吧 反正这些功能我个人都已经觉得已经非常强大了 这一台机器大致上就介绍到这边了 有助于科技的进步 我们现在在做任何工程 可以利用这些工具来避免掉我们一些 很有可能造成重大的损失 有一台这个机器 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毕竟这种机器它的单价比较高 所以我会把它购买回来做一个出租的方案 那你如果有这些工具的需求 都可以在我的影片说明栏内 找到我所有的相关资讯 那你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 都可以直接跟我联络 那我这一篇博士的强体探测鱼 DTEC 200C的开箱介绍分享影片 就分享到这边为止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敬请订阅和分享 谢谢